大家好,歡迎收看初歌學投資 我是李國慶 美國金融體系有沒有資金壓力 對金融股以及環球股市都有重大影響 坎薩絲城聯邦儲備銀行編制的金融壓力指數 就是反映金融體系內資金鬆緊的重要指標 金融壓力指數主要參考兩大因素 分別是息差以及資產價格 數值越高代表金融體系壓力越大 金融壓力加大會加劇金融資產價格的波動 若金融壓力持續呢?更加會令銀行收緊信貸 抑制經濟活動 舉個例,08年金融海嘯期間 金融壓力指數抽升最為明顯 指數由07年7月的負0.36 升到8月的正0.65 由負轉證發出首個危險的訊號 之後急升到08年10月高見5.73 期間市場接連發生 按揭抵押品評級被調低 投行暫停贖回基金 雷曼申請破產等等事件 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急速萎縮 美股也在07年10月見頂 之後更加大幅下跌市值蒸發一半 總結而言 當金融壓力指數由負轉證 預視金融市場之後的流動性 可能持續抽緊 投資者就要對後市有戒心